漆黑的树林,一名年轻的男子正在拼命地奔跑 男子面带惊恐,走投无路 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尸体被扔在了城区的天桥底下 尸体被迷彩的编织袋包裹,被揍得满脸亲子 凶手下手是震得横,腿上有一大块撕裂 像是身前被野兽啃腰所致 更残忍的是,他的双手都被剁了 没有双手就取不了指纹,也就无法证实死者的身份 监控显示,五个小时之前,凶手将他的尸体扔在了天桥底下 他带着夜视望远近,标准的猎人装备 死者带着呼吸支架,支架上有沃纳越野摩托的logo 口袋里有一只精致的牵纸鹤 难道凶手喜欢叠纸鹤? 事件结果显示,小祸子于右手腕被切断后导致的失血过多 奇怪的是,他的右手是身前跺下的,左手却是死后跺下的 不管如何,凶手都极其残忍 至于腿上的大面积撕裂伤,并不是野兽造成 而是来自大型的捕兽器 在他的伤口中,找到一种绿色的合成物质 芬恩拆开了千纸盒 褶皱的纸张上贴取到了不少枚指纹 然而指纹库里却没有任何的匹配数据 伤口里的物质是绿色的聚饼锡 也就是随处可见的人造草皮 除此以外,它们没有任何的线索 尼克刚带着狗狗去看了兽医 顺便回CSI串个门 今天的发福尼留了胡子,像是一颗毛茸茸的猕猴桃 摩根调查到死者护系的支架的购买人叫做迪克 于是他和凯文警长来到了迪克的住处 开门的是迪克布格言校的父亲 父亲很暴躁,一见面就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本以为死者就是迪克 没想到这个迪克还活得好好的 原来死者是迪克的好基友卡尔 发现尸体的地方是科瓦尔岭附近 迪克说那个地方非常的圣人 死者生前特别喜欢去那一带的矿井露营 或许那里会有什么线索 于是尼克和摩根又来到了迪克所说的矿井 狗狗曾是行犬,虽然退役了 不过厌务能力还在 他秀了秀死者的衣物 立马开启了搜索模式 秀的一下就飞出去了 依然是人在前面追,魂在后面飞 话说尼克天天遛狗 为何还会一天比一天胖 狗狗停留在了一处土堆前 用力巴拉着什么 原来这是一个地道的入口 上面还有死者的血迹 血迹一路延伸到了地道的深处 黑漆漆的地道两旁挂满了防护符和夜视镜 尼克让摩根留在地面把守 他一个人打开了地道尽头的仓门 没想到仓门后的空间竟如此的宽敞 这里有别墅,人造草皮,餐厅 宛若一个奢华的度假圣地 就在尼克呼叫支援的时候 一把现弹枪 阴泽泽地对准了他的脖颈 只敲男子是这里的主人 他对外界充满敌意 甚至不愿相信尼克的警察身份 直到看见了摩根和警犬 他才稍稍放下了戒心 持枪威胁警察 这可不是小罪名 这过非常的后悔 早知道放下武器牢底坐穿 还不如直接跟尼克同归一军算了 男子没有身份信息 甚至没有信用卡、保险单 他努力脱离地表世界 就跟人间蒸发了一般 对于死者卡尔 男子表示不认识 无可奉告 当然他说了不算 死者伤口中的绿色草皮 真是来自地堡 草皮下 还有一大块渗透性的血迹 看来这里就是卡尔被杀的第一现场 这里有水有电 有足够的食物储备 简直就是躲避灾难的绝佳圣地 没有人知道男子在这里住了多久 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 这里还有大量的枪制弹药 各种冷兵器 一间粉粉嫩嫩的儿童房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一个五大三粗的冷血猎人 怎会如此大费周章 布置一个小姑娘的闺房 衣柜里挂着很多十几年前的过世女装 一旁的架子上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签纸盒 这些纸盒无比精致 与他们在死者口袋里找到的一样 纸盒上的指纹都是男子的 再加上地堡里有死者的血迹 警方有理由相信 他就是杀人气势的凶手 对于警方一而再的陷入为主 显然他已经懒得解释 小女孩的闺房里有性行为的痕迹 可这里既没有打斗痕迹 也没有血迹 就在此时 莎拉和芬恩听见通风口里 咚咚作响 只见一个脏兮兮的小姑娘 从通风口里窜出来 正试图逃跑 姑娘惊慌失措 语无伦辞 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漂亮姑娘 只是她一直不愿开口说话 警方深信 一定是这个冷血变态男 囚禁了姑娘 虐待她 侵犯她 还想杀了她 并且这个女孩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衣柜里的裙子 属于另外一个叫做瑞贝卡的女性 瑞贝卡在11年前 死于一场凶杀案 面对一连串的罪名 男子终于打破沉默 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个瑞贝卡是她的妻子 而地堡中脏兮兮的女孩 叫做米兰达 是她的女儿 男子叫做汤米 11年前 她的妻子被莫名其妙 杀害在了家中 她成了警方的唯一嫌疑人 当年因为没有证据 汤米最终被无罪释放 可在邻居的眼中 汤米仍然是有罪的 汤米的祖父是个大户人家 祖父在50年前 买下了一块地皮 建造了那座地堡 于是为了躲避人世间的纷纷扰扰 也为了保护父女俩 不再被打搅 汤米便带着当年 只有7岁的米兰达搬进了地堡 一直住到了现在 她是一个悲情的丈夫 也是一个可怜的父亲 大家对她的遭遇深感同情 可这依然不能喜庆 她杀死卡尔的嫌疑 女儿床上有两名男性的DNA 一组来自死者 另一组还会确认身份 汤米整天靠着打零工养活女儿 显然她并不知道 自己不在的日子里 女儿早就与死者 还有另外一名男子纠缠不亲 如果汤米回来 正好看见死者和女儿亲亲我我 谁能保证这个爱女心切的老父亲 会不会一怒之下动了杀心 这前一秒还同情她 后一秒又绕回了凶杀案 不管汤米如何解释 罗素就是不信她是无辜的 反正不是第一次被冤枉了 汤米早就习惯了 听说自己的床上 有两名男性的小蝌蚪 米兰达失口否认 她没有与任何异性发生过关系 可从她躲闪的眼神来看 显然她认识死者和另外一名男子 或许父亲不在的日子里 18岁的米兰达按捺不住好奇心 偷偷跑出去过 那么会不会是两名男子 为了争夺米兰达针锋吃醋 最终酿成了命案 米兰达不愿开口说话 就连父亲汤米也不愿与警方合作 她给自己找了个律师 女律师非常的强势 指责罗诉侵犯了汤米的个人权益 在没有搜查力的情况下 就随意闯入汤米的地堡 如果真要深究起来 那么他们在地堡中 找到的所有证据都将作废 看来地堡是不能再去了 可他们又如何找到 地堡中的另一名男子 还是去用光谱仪器 扫描了签纸盒的纸张 原来这是一张购物单据 来自案发现场附近的供货商店 这也是米兰达在几英里内 唯一能够接触到外人的地方 商店里售卖的夜市疑似曾相识 这不就是凶手七十时带的铜款 商店里只有一个叫做卢克的员工 他说自己不认识死者 也从未见过地堡中的米兰达 可既然从未见过米兰达 那货架上的签纸盒又是拿来的 见无法解释 卢克撒腿就跑 你这不是此地无垠三百两吗 卢克被捕了 他的外套上全是死者的血迹 卢克承认自己认识卡尔 可他没有杀人 他声称 案发当晚自己正和米兰达在地堡外告别 不想这时候 满身嗜血的卡尔突然冲上来 向他们求救 他们将卡尔抬进了地堡 只见他的一只手不见了 正在往外呼呼地冒雪 因为嗜血过多 卡尔最终死在了地堡里 他不想惹麻烦 也不希望有人认出死者 卢克便跺下了卡尔的另一只手 然后将他的尸体扔在了天桥底下 罗素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一定是死者和卢克 为了振夺米兰达针锋吃醋 卢克杀了卡尔 将他抛至桥下 理由是米兰达的床上 有两组男性的小蝌蚪 其中一组来自死者 显然他和米兰达发生过关系 卢克觉得简直就是无计之谈 因为死者压根就不喜欢女人好吗 原来死者有个男友 两个人经常去米兰达的地堡约会 所以才会在床上 留下两组男性的DNA 而他的男友就是迪克 也就是他们第一个询问的小伙子 再次找到迪克 他很大方地承认了和死者的关系 因为父亲不喜欢同志 所以他一直不敢公开出柜 但是死者不这么想 他总是逼着迪克出柜 这样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地在一起 案发当晚 两个人在山上大吵了一架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迪克气得将死者一个人扔在原地 警方寻着迪克的口供 来到了二人最后分别的地方 地上有两组血印 一组来自死者 另一组来自凶手 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死者跑 凶手追 卡尔一个不留神踩到了捕兽家 凶手追上去 剁了卡尔的右手 随后扬长而去 卡尔的指甲里 留下了凶手的皮屑 原来凶手 正是迪克那个厌恶同志的父亲 现场有父亲的车轮印记 死者的指甲里的皮屑 与父亲的DNA吻合 证据确凿 父亲承认 他不能接手儿子跟死者在一起 他也曾不止一次警告死者 让他离儿子远一点 可死者非但不听 还向他这个未来公公宣示主权 说什么迪克只听他的话 你这个老不死的 不能总是霸证儿子 巴拉巴拉 原来这是一起公公和儿序 之间的矛盾 引发的血案 我就说为什么找不到 帅哥当男朋友 原来帅哥早就有男朋友了 案件了结 汤密终于洗刷了冤屈 这些年 他被无数次冤枉 误解 导致他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信心 可他忽视女儿已经长大了 他向往外面的世界 也想跟同龄人一起玩耍 于是汤密决定带着女儿 搬去妻子的家乡 那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 相信父女俩 一定能够生活得很幸福 本集故事 到此结束 父亲汤密的扮演者 是美剧里的大咖 尼尔·麦克唐纳 他是二蓝血统 长着一张不苟言笑 邪气十足的脸 几乎每次出场 都是大boss级别的反派人物 像是绿剑侠里的达米安达克 绝望嘱咐中的威廉姆斯 他还是兄弟脸里的公羊 几乎所有的致命美剧 都有他的身影 卢克的扮演者 是1983年出生的布拉尔·雷夫德 他有奥尔兰 法国 德国 和印第安四种血统 最知名的角色 便是天赋异禀中的千里眼顺风儿 约翰·奥兴 第29分钟出场的女律师 是1979年出生的凯特丹森 她是男主罗素的扮演者 泰德·丹森的女儿 探班的同时 顺便帮老父亲站台客串一下 话说妇女俩长得真相 此外 故事中出现的地堡 是一个位于堵城斯滨赛街 3970号的地下掩体 里面有花园 泳池 桑拿浴室 舞池 酒吧和烧烤池 由富商吉拉德·亨德森 于1978年建造 本意是为了躲避 可能到来的核爆炸 富商本人一直居住在这座地堡 直到80年代去世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